走 张忠宝是我店铺里面认识系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产品之一 大家买不买没关系 但是我回家大家做法 如果不买啊自己做也非常好 好清啊 张忠宝一般来说只有冻 所以要提前给它接冻 接冻都直接捞出来 凉水下锅 张忠宝虽然是个人间美味 但是它是鸡那个 乖乖啊 然后它的行为率比较重 所以一定要脱水 多喝点料酒不要心痛啊 看这个上面骨抹非常多啊 一定要捞干净 然后捞出来备用 这是啥子啊 鸡腿滚 捞得很 准备姜片 洋葱 香菜还有小葱 锅里面放宽油 洋葱 下的是姜葱香菜的时候 一定要冷又下 不然它要蘸出来 蘸出来 那儿辛苦了啊 等下你多蘸两坨啊 炸到焦化 把里面的姜葱的老厨不要 跟到下当中吧 冷饰系列一定要把那些材料炒干 炒香啊 这样我们收味的时候 它就把味道收得进去 碗里面准备好八角 桂皮 香叶 胡椒 橙皮 沙子 最重要的山奶 炒锅 小茴香 放到破碧鸡里面 把里面调料放到尾头 加白酒 鸡精 白糖 一勺矿泉水 搅拌均匀放到一边备用 下泡个水的干辣椒花椒 干辣椒花椒一定泡水 不能下锅 马上都糊了 下调好的香料汁 放盐 小火让它慢慢的收味 把所有材料的香味 全部给它撕到章中包里面去 炒到油变清凉 辣椒变色 水 这个时候给它加一勺海椒面 花椒面 加香油 花椒油 加白芝麻 推几下 辣椒变成蟑螂色 都可以关火了 可不可以关火 会很有意思 海椒 不可以关火 酱头 干辣椒变成蟑螂色 辣椒变成蟑螂色 脖椒变成蟑螂色 叫虽昂 饿椒变成蟑螂色 好吧,吃飽了很大事,好多观众朋友们,我们都下期再见了,晚安 鸡小姐放凉了再吃啊 但是如果忍不住还是可以吃 放凉了更好吃